蔚蓝色的海,豪华的游船,一对阵步入七年之养的英国夫妻搭船到印度去为他们的婚姻寻找新的激情 在邮轮上,丈夫奈吉尔被一个身段妖娆,性感眼神的美艳女子咪咪所吸引 正当奈吉尔在船外对着月亮发呆时,一个中日摊在轮椅上的作家奥斯卡招呼了她,并表示自己就是咪咪的丈夫 她察觉了奈吉尔对咪咪的迷恋,并警告奈吉尔说,路边的野花可不要踩,我的腿就是拜她所赐 奈吉尔为了进一步了解咪咪,细细聆听着奥斯卡与咪咪的过往情史 多年前,奥斯卡在巴黎的公共汽车上偶食咪咪,她清新于她的美貌,于是走遍了巴黎城,想要再度遇见她 终于,在一个饭店里,发现站在身边的女服务员便是寻觅已久的咪咪,于是开始了一段疯狂浪漫的恋爱 很快,两人坠入了不可自拔的情怀,疲惫于如醉如痴的性爱享受中 然而过于疯狂的爱,几乎将两人的情感烧紧 咪咪那近乎完美的身体,逐渐对奥斯卡失去了诱惑 奥斯卡开始厌倦咪咪,两人经常发生争场,甚至大打出手 奥斯卡先提出了分手,而咪咪则下跪祈求挽留 她愿意被她的爱禁锢,失去自由,失去人格 还剪短了自己的头发,当起了家庭主妇 奥斯卡为了能够摆脱咪咪的纠缠,想尽办法伤害咪咪 她彻夜不归,和各种各样的女人死混,过着拒服夜出的糜烂生活 甚至在得知咪咪怀孕后,让她去堕胎,使咪咪被感染险些死去 而这一切,仍然不能让咪咪离去 于是奥斯卡假装要带咪咪出游,将虚弱的咪咪骗上了飞机 自己则中途借故离开 她庆幸终于摆脱了咪咪,重新开始了自由糜烂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夜狂欢后,奥斯卡意外出了车祸 住进了医院,咪咪回来探望奥斯卡 而她仍然像往常一样讽刺着咪咪 在强烈恨意的驱使下,咪咪将她脱下了病床,致使她终身残废 从此,温柔的咪咪不复存在,她又与奥斯卡生活在一起了 她照料她,却又像以前她虐待她一样虐待她 他们唇齿相依,深爱着对方 但是爱的唯一表达方式,就是疯狂的互相伤害和虐待 奥斯卡悟自讲完了她的故事 奈吉尔为奥斯卡和咪咪爱情的深刻和极端而震惊 此时游轮上正在举行着圣诞节派对 奈吉尔寻找到人群中的咪咪,并向她表明了爱意 但咪咪婉言拒绝了,这一切却被奈吉尔的妻子看到了 很快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奈吉尔的妻子与咪咪在她惊讶的目光中相拥起舞 似乎在同性之爱中找到了新的火花 奈吉尔只好独自一人喝闷酒 当她醒来的时候就去奥斯卡的船舱找妻子 她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咪咪赤裸裸的躺在床上 奥斯卡则守在旁边 眼前的这一幕让奈吉尔接受不了 奥斯卡则掏出手枪射杀了酣水在床的咪咪 再说了一句,我们只是太贪婪了 之后便饮淡自尽 蜜月变成苦月,仇恨代替爱情 这样的故事很让人省视爱情和婚姻 两颗星走到一起不容易 如何浇灌已经枯萎的爱情关系 有的就不单单是激情 理智是必须